大家好,歡迎收看2021年1月6日的司機金鐘5直播 我是豪德 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女兒九歲生日 情情生日快樂,我知道你在偷看的 希望你身體健康,今年你九歲,可能你十九歲或二十九歲 看今天的影片有甚麼感覺 說完絲絲人物,希望我女兒健健康 聽話說不要經常激傷她媽媽 極正經的,2021年1月4日前日 第一個工作天交易日,司機金也叫做開門紅 紅即是升,第一天也不錯 最新1月4日的基金單位價格是169.7354 升了2% 我也說了,在新1年重新計算 所以我們開心完幾天之後 今年就要繼續努力 尤其是近期有很多新客戶支持我們 我們也要做得更加好 因為大家期望越高 幸好這輪的市場更好 另一個相關要報告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 司機金有一個派息的單位類別 每年派4次,通常是三、六、九、十月月 最後一個派 所以在12月31日也有派息 就是4厘,所以有些喜歡可以收到息的朋友 就會開心點,我們也提提大家 這些資料不需要在我的直播才聽 大家如果想知道,也去到我們的網站 就會實時公佈給大家 例如有人問究竟是派一個本 就是派賺了的錢等等 你看到除了一開始之外 其實都是因為賺錢 賺錢即是有得派 好,轉回說大家比較緊張的大市 首先說,我覺得A股的股是很強勁的 我按出來看看 由12月開始,我也說了 其實流動性開始好一點 再跌加,大家可能現在炒股不炒樓 可能見到一些政策轉向 你見到A股的成交就噴噴聲 在Bomber是很差的 Bomber就看A股成交要去到日結 但你也要看過去幾天 其實由12月開始,都是七八千億成交 但這幾天就開始到12億 今早阿Sam剛剛調查到應該是七千七百幾億 整體都厲害 當然,你看到CSI,中五都開得不錯 不過也會回一回 因為其實Elon那些都很強勁 但我之前有說過,我不是特別留意CSI 我只留意CNT 今早都開得不錯,不過很快被沽回 但不可以單看單日 我都說,整個12月都在衝上去 你見到每一次A股沖上去都是這樣 兩三個月,你不參加就很難參加 今天這樣停一停,我覺得是否轉勢呢 其實是很難說的 但我覺得勢頭都是向上 不過由於,我也要說一下 因為C基金最多持有兩成A股 因為A股特別好 所以我要被迫沽一些東西出去 將A股的比例保持在兩成以下 就好像Kathyn Wood Tesla升得多於10% 他都會沽一點 不關於你喜不喜歡那隻股票 或者喜不喜歡A股 而是一些技術限制 所以有兩隻股票 我今天都要儘量吃了壺 其中一隻都有點誇張 就是金龍魚 你看我們C基金的透明度 極高 大家一路聽我10月頭上市 開始講到昨天去到840多元 不過昨天衝高10% 收市都一般 今天都升了一點 只有122元左右 因為升得很急 我選了這隻去吃壺 因為我的注賣都多 因為升得很急 另外一隻我也有少少食股 給大家知道 因為有些朋友都有跟蹤我們的倉位 不要每次贏 轉頭跌下去的時候 你才會跟人說高位吃了壺 也不公道 所以其中一時代 超額完成了 上次我比較公開詳細說 應該是威威的節目 200元未到現在去到400元 都是三個升了成倍 當然現在的電動車概念都頗厲害 尤其是之前炒了一些車股 整個產業鏈的資金都很捧場 所以我的倉位都比較高 魚魚紅掌 我經常這樣說 每樣都好 不過你眼睫 我就選了這兩隻 叫做睫小小 令到倉位在兩成之內 因為我們聽話說 規規矩矩矩 講完A股 講回美股 美股其實昨晚都是開得不太好 不過跟著都爬得上去 尤其是那些ADL才誇張 那些拼多多 之前打算炒到差不多大上大落 應該沒有太多力 然後跌了187元都誇張 我上次講的那時90多元 又是和《寧德時代》同一個節目有講 這些超額完成 不過不是每隻可以的 有隻不行 待會再講一下 881 OK 但不要講到這麼神級 背殼 我都說好像細藥 我都自己 因應之前的倉位大 勢頭差一點 都要減一減 我就不會等到 真是洩入獄的時候 才開始調整自己的倉位 所以我昨天做直播都說 之前一晚跌得這麼急 可能都跟關於限制債主借案揭和內訪開發商 那件事大家看得淡一點 不過昨晚就打上來 幸好我的股是細小 有辣有不辣 有時你英明慎武果斷一下 沽上去就好 但有時就好像我這樣 慢吞吞也好 但能反上去 OK 不過也要留意一下 今天港股之所以跌下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美期其實都弱犯 你見到昨晚 納指彈回差不多1% 其實現在港股時段 納指都差 不過small cap也不錯 其實我做了一個pair trade 就是Long羅素2000 sortCCMP sort納指都賺錢 又在那裡認真 所以說回大家最緊張 港股 港股本身都是開Party mode 開了Party 但今天早上開也不錯 但到中段都滑下來 除了一些特別的板塊 好像物館 物館其實有個news 我本來打算找Sam說 不過我自己說話 因為很短 因為大家關心一些個別股票的情況 物館剛剛有一個新聞 就是10個部門在國內出了聯合法文 他們叫做 具體說應該要強化或優化這些物業管理 有很多本身沒有物業管理的 就要開始有物業管理的概定 就是多些管理 同時間 這個三批幾好 我自己想 除了多些管理之外 還要管理多些 管理多些什麼呢 就是養老、托兒、家靜 這些就發達了 現在阿爺出聲 麻煩你們未開始用物業管理服務 就要開始用 用物業管理服務 就要用多些包含的地方 所以整個set台出今天就炒起來了 尤其是住宅的物館 尤其是國企 更加實際會受惠 老人九八都挺強的 其實都可以強勢 第二個要說一下 就是大家關心的 就是我們有差的比較多 就是小米 好像我拿了那個 12月31日的十大持股出來 好像還未 明天跟大家說一下 資料很多 小米今天就跌了一點 因為我們拿得比較多 主要就是因為榮耀手機好像又不死得 產業鏈上高 又好像跟Gocco不可以買東西 因為榮耀手機和小米的競爭重貼比較高 雖然現在小米要做一些高端 而榮耀本身是低端 現有的市場競爭下 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競爭對手 如果你的對手不死 可能又要打一餐 所以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今天小米比較差 這三個就要認須881 之前一直有說過 但你見他都很弱 本身就怕了一點 我見他 之前我有交代過 會不會其中一個市場訊息 就是因為那些12月份的交數 就退去1月 所以我說之前你約 那都留回 看看1月會不會交到數 誰知道這兩天就跌了下來 暫時我的同事還未幫我發現到消息 唯一我一個懷疑 因為他近日發了一個債 他發債的時間 就要跟債券投資者開會 我懷疑當中可能有些信息是一般的 所以令到這兩天急跌 所以我這個也有其他一切 我都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都強烈考慮會減辭 雖然說完股票 然後股票不行 不過我覺得我都是認錢不認人 如果真的有什麼風吹草動 我都強烈考慮減辭當中 雖然現在未沽 不過我覺得在直播上 跟大家講講我最新的想法 不是一程次次中 所以我說不要以為每次都可以 有時候都不行 雖然我不知道這次為什麼不行 但是我自己 大家記得我只時不只賺 也可以講講 其實我每一次 我不知道為什麼股價的變動 可能有原因 但是我不知道 我通常假設自己是個傻子 每個人都知道應該有些壞事 每個人先姑為景 我就後知後覺 我通常是這樣 所以止蝕就有這樣的好處 承認自己是個傻子 希望我不是 OK 講了這麼多 我那些是很差的 大家想聽多來聽我的同事說 有兩隻股票 我叫他們講 第一是愛爾眼科 早兩天有個新聞 如果昨晚大家有聽新城 我也有講過 不過我今天就專門找Kelvin 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有拿著的A股 在國內之前說過 是做眼科醫院的 香港媒體也有報一報的 我找Kelvin詳細交代一下 我們來講講我們的想法 大家好 愛爾眼科 你看到前日跌了差不多8.91% 其實就是因為有一個醫療事故 和愛爾眼科有關 主要為什麼醫療事故 可以搞到這麼大的事 就是因為醫療事故 主人翁 是一個比較有名氣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武漢市中心 醫療急診科的主任 叫艾芬 為什麼搞到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的同事 就是之前新冠肺炎 大家都會知道的李文亮 就是他的同事 直接有新聞就傳他 就是有幫忙 講新冠疫情的檢測情況 主要的事情是怎樣發生 就是他的事歷在5月的時候 開始有點模糊 其實他的右眼是有一個高度的近似病發性的白內障 所以他的醫院 可能包括李文亮那些同事 就介紹了他去武漢的愛爾眼科醫院去看醫生 結果就做了一個高端晶體的直入治療 不過後來他的右眼都沒有好 結果時望沒有脫落 所以這個問題就出現了一個醫療事故 情況就是愛爾眼科上年年尾已經出了聲明 然後就說整件事在檢查前、手術、術後複查 所有事情都是合規的 但是艾芬就說 覺得有醫生誤診 坊間就有人說過 其實可能有機會就是愛爾眼科 他沒有跟艾芬說的 充分地說的潛在風險 就是做這個精體直入治療的風險 因為其實除了做精體治療之外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激光 都可以醫治白內障 所以可能在檢查前那方面有些問題 可能溝通上或者其實規格上有些問題 但是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口同備爭 因為沒有一個… 除了他們兩個之外 沒有一個第三方可以說 究竟這件事誰對誰錯 所以這個事故是未完結的 簡單來說 還有艾芬就沒有想和愛爾去做一些和解 通常這些醫療事故都是用錢去解決它 還有側面有一個風險就是會不會愛爾呢? 其實之前也有些醫療事故是用錢封住馬口 這個不知道的 所以整體來說 這次事件很明顯 就是愛爾在公關事件的處理能力就似乎未到位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醫生出現了醫療事故 所以股價都反映了整件事 暫時我覺得對於愛爾的經營環境 其實影響應該不大 所以就看看到時這個時態 究竟有沒有最新的更新 我接下來星期五晚都會和愛爾有些公關 可以看看他最近的經營情況如何 看看第四季有沒有最新的更新 所以暫時的更新就是這樣 我們司機的部署是用子彈飛的 暫時沒有沽也沒有追 我發覺觀眾喜歡聽聽我們的結論 結論就是Kelvin繼續做功課 我們就繼續坐著 不過A股的勢勁,怎樣都頂一頂 另一個重點,因為大家喜歡聽新故 那隻杜草紅之前有朋友問過 2125,Song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謝謝杜草紅娛樂 其實杜草紅娛樂是一間劇集的製便箱和化妝箱 最主要是走他的電視劇和網劇的開發、製作和發行等等 其實他整體可能會著重的是他裏面的三大業務 以及他裏面的一些數目 以及他接下來會有的一些派遣 在他們的招呼書裏面也有提及 我將他綜合出來 其實他裏面都頂豐富 我可以逐個去看一看 第一個就是他最主打的業務 就是自製的劇集播影權許可的業務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三個步驟 最主要就是你做一個規劃和開發 然後做一個拍攝製作 然後到最後就是一個發行宣傳 最主要就是收電視台和網絡視頻平台 以及第三個發行商的一些許可收入 當中他可能有一些成本 包括你要付一些ID費給那些主持 還有可能要付一些扁酬給那些導演 以及一些演員 還有可能要付一些宣傳費等等 其實在他的招呼書裏面也有提及 其實在他的規劃和開發裡面 其實最主要的那個市場大概是一至三年左右 因為你要想一下有些什麼idea 新的劇集模式去吸引到別人的觀眾去欣賞 第二個就是可能在他的拍攝和製作裡面 可能就要花到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還有發行和宣傳就是一些on going basis 就是可能他出了街之後 可能他們都要去吸引多些觀眾 可能就要到處去跑場 吸引多些觀眾去留意 如果我們看回數 其實在他過往的三年至二零二零一半 其實那個數其實都算是穩定的 在他這麼多的業務裏面 你看到2017年、2018年也有大約4億5千萬人民幣 你看到2019年也有5億萬多 2020年其實已經是2019年全年的八成多 其實都是做得很多不錯的位置 其實收入也算穩定的 另外其實你看到他的Number of drama series 他們拍的劇集 其實也保存著每年都有兩套 尤其是2022年第一半都可以出現兩套,尤其是COVID的時候 加上每一集的收入是穩定增長,大概是200多萬 2017年到2022年第一半已經有3倍多,尤其是兩世寬也有680萬每一集的收入 其實這個位置在收入上是做得非常不錯,另外有個位置要提到的就是毛利率 如果你看看自製的業務,毛利率在2019年下降了,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2019年Purchase Price,買片的價格相對較低 所以間接令到year-on-year的同備增長也減少了,你看到2019年下降 由364%下降,只有三成左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再加上國保期內,這部電影的製造價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其實變相收入的減慢和成本的增長,也是間接扯低了Gross Profit Margin 這就是整體2019年的情況,但這個back to normal 去回24%的時候,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兩世寬的製造價值就割了 所以再加上禮世寬的那部電影的評分又不差,所以你見到 其實那個revenue per episode,大概是這麼多次是最高的 所以也是解釋到為何2020年First Half已經是2019年的八成 再加上Gross Profit Margin也是回到正常的水平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主要的業務,第二個就是買斷劇集 播音權許可業務的模式,最主要就是要向一些板權擁有人 去買的夾集的播音權,然後向這個電視台 我剛剛有發現的你有 amen報道的活動健康 然後那些價值 就可能還要注意報 конце簑 給予他們的網絡視頻平台,其實這個收入的部分 如果大家可以看,就是看到outwide purchase drama 收入是一直在遞減,管理者也提到這個segment 的可觀度也是非常低的,對於接下來的收入 最主要是因為project size的問題,要跟網絡視頻平台和TV channel做一個協商的情況 可能令到margin、武力率的幅度也會有一個波幅比較大 2017年至2020年,margin也很不穩定 所以他們接下來也有提到,他們的收入會逐漸減慢 在這個收入組成的部分上 第三個就是公司接下來會主力去推廣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定制劇集的承制業務 最主要是會提供一個劇集的影片給網絡視頻平台 然後收回它的製作費 總共是會提供一些金錢給IP5、片酬給一些編劇或導演 或者一些演員 再加上我們看看它的 pipeline 其實可以看到到2022年或2021年 其實它的定制劇集成制業務是非常多的 最主要原因是為何他們會做這麼多這個made-to-order drama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它那個industry的trend 如果看回它整體行業上 你可以看到網劇的增長速度 在2019年到2024年去計算 其實它的幅式增長是比傳統的電視劇更快 尤其是2020年也是最明顯的情況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這間公司是同意其他同行 有一個最特別的就是先網後台 它專門會放一些劇集在網上 例如愛奇藝人、Tencent Video 或者是休服這些地方去宣傳 然後再去傳統的TV Channel 例如浙江衛視 或者是差不多的電視平台 所以也是做到一個比較 跟其他同行有不同的位置 再加上去到2020年的第二季 就是剛剛我們過了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made-to-order drama 其實也有兩個新的影片 其實也是在外奇藝和Tencent Video上去做的 其實都不差 你見到是比起第一套的獵心者 其實那個Revenue Per Episode 其實也是有增長 這個位置也是值得賺的地方 如果我去看看整體的優勢 整體的key compared advantage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它有比較強的一些pipeline 在2021年到2020年 他們那個made-to-order 即是第三個這個位置 它有很多的劇集準備會推出 再加上Industry Trend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在網劇上 他們開始做一個先網後台的方式 吸引到別人在網上去看 比較多一點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可能是他們很強的strong crew 即他們後面有些演員 例如劉詩詩 或者趙麗榮 他們都會在杜葬芋娛樂裏面 都會去做一些拍劇的contract 再加上香港可能有蛇絲曼 陳偉庭 他們都會在上面 所以看到很多劇集裡面 其實都是有他們的份 再加上其實因為他跟外企藝 因為外企藝是有很多stake 在杜葬芋娛樂裏面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是Rely on 外企藝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都是其中一個風險 因為始終大概 如果計算2020年初半年的話 其實杜葬芋娛樂整體的收入 大概是有外企佔了七成左右 所以如果外企和他的關係 可能有惡化的情況 也會直接負面影響到他整體的收入 所以整體來說其實是不太差的 如果從他的商業模式去看 但我們的結論不會選擇去抽這間 因為我們會把子彈放在科技上 對於是我講的 你講了我的對白 哈哈哈 你負責分析 跳去Q&A 不過應該這樣說 我認真地說 這件事整體都不差 不過其中一個對我們的難度 因為本身幫他上的一行 我們沒有特別生意來往 所以應該都不容易拿到票 至於會不會暗渡陳倉和省會一起爭的IPO 沒有結論 因為都麻煩的 OK OK 現在回到Q&A Q&A 現在44分 有15分鐘 做好爭取時間 我已經說了 如果答不完的問題 在影片留言留下 我一定會回答 好 接著問一下 好 接著第一個 看看先 我昨天回答到他 對了 他回答到這裏 就是限制銀行借錢給房地產 所以第一天貝殼跌了 我都說了會減一些 昨天回答 OK 但是我減的原因 因為我會因應自己的倉位 和我的資金去控制一下 所以我就減了 所以剛才說了 減了一點點蛋花 我就很開心 龍夫山泉是否超貴 伊倫開派對 所有的都很貴 不單是他 金龍魚、啤酒 你能說得出的都是 分斷出也可以 享受泡沫 我通常等泡沫有少少爆的跡象 就走快些 今天是否呢 我覺得也有少少走鬼格 之後就反殺下去 晚載都要看實些 因為都升得很急的很多 包括龍夫山泉 我也拿著不少 所以也好 但貴一定是貴 泡沫也是一定是泡沫 先認知再判斷 我實在說 如何看819 不要看 新能源汽車 直接去不經代理商買車 會不會有影響 很多人都擔心 我也擔心 但第一 現在的比例上 新能源汽車開始沒有升 但他們的受害服務 理論上都要代理商去做 這件事究竟如何演化呢 Kelfer是否想補充 我見你走過來 傳統車都有做新能源汽車 那些傳統車 基本上大部份都會去經銷商做 我認知就好像有機會 Tesla也是自己買的 Tesla也是自己買的 其實剛剛開始爆發 以往Tesla自己做 他也有顛覆少許行業 但有多顛覆呢 就一直觀察一下 還有他們規模越大 EV Startup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資源 應該有機會需要 傳統經銷商的資源去賣車 傳統經銷學說 comparative advantage 你老闆很厲害 都會請我秘書回來做事 你再厲害都不會做完 接著又說 戚珠說 市場沒幾人看好每封 我們爬液水 經常爬液水 不時爬一下也挺辛苦 Elon每封都不動 還要40元 不過幸好有其他股票獨 我都說要 我都不是一注獨贏那種人 我說如果五號七十元奪下來 彈上去可以很急 我也希望是 去回六十元 1760英恆大爆發 怎麼看 沒有花時間看 我沒有特別原因 1760英恆要看 我不懂 做什麼我都完全不知道 東風入了 怎麼看 如果傳統車 我們現在拿著 比亞迪 吉利 之前東風反而沒有 所以我就沒有詳細看 不過都不錯 之前說回A股 好像阿偉哥拿著 會否吸引 相對於內銀 你看那些內銀 這幾天不斷跌 你可能會覺得 匯豐比內銀 所以我經常說是 Apple to Orange 蘋果和橙是 不是這樣比較 如果只是吸引派息 有很多十利息股票在街上 不過大家如果過去一年 拿著10利息股票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賺息蝕價 最慘的是扣不起來 都是負負的 好了 說要開一些課程說一下怎麼投資 怎麼交易 2月份 新城我肌餓銷售 很搞笑 等到大叫我 我已經跟他們說 我的觀眾聽眾等到罵我 1月份 2月第3個禮拜 阿里入得未 因為升是因為A國牛市 因為我覺得真是開近Party 連最弱的阿里也有 853破頂尿 未有負荷入場 真是不會回答你 我們有家 未來增長潛力如何 那是好 短線還有上升空間 看看大市洞是怎樣的 這間公司沒有關係 現在什麼都會升 開圖出來大家有些感覺 Elon 什麼叫開Party 就是這樣 昨天升了多少 我一棍衝上去 那些6098 一棍衝上去 我有這些 不是型的 不過怎樣追 其實都難的 我有貨的我不怕 我向上溝 所以沒有貨 說真的我都不會回答你 因為我有貨 我就止虧的壓力小 我又經常很推崇 大家如果不行就要走 所以我都有點尷尬 我看好 但價錢一直滑下去 我真的會很狠地止虧 可能會彈回70元 不過你捱不到就捱不到 我是一個有講終點 有講過程的人 我不是那些高手 高手就是憑說10年之後 會變成多少千日 我就不是 我撐著去就講得輕鬆自在 舍著去我就認衰 我的風格是這樣的 大家要明白 所以 贏人贏得大 輸就輸得少 不過可能就是化整為零 將你的大的損失化為每一個小的損失 所以我10%止虧 有辣有不辣 有機會詳細說 紐交鎖有彈攻守 對941、983有什麼看法 有些政治壓力再來 是否已經沽清 不過強烈考慮開始減減 不過還未減 但也應該要 因為蠻弱的 我真的要看自己的倉位成本等等 還有倉位的大小 雖然其實中升在我的倉位 不是一個很大的倉位 不過我特別介意它 因為第一 我很喜歡它 大家知道我3元就開始賣了 第二 我也跟別人說過 我要給大家更多資訊 雖然我不推薦股票 客觀地我講完之後 大家都會參考 都有影響 我覺得要公道一點 有想法轉變的時間 又要跟大家說一下 要不然你扔我雞蛋 大家沒有人看 現在這麼多人看 因為喜歡我們司機金夠老實 贏就認得很厲害 司機就要認得很壞 之前說過水泥股 之前就不太好 所以都退走了 現在是否去好一點 暫時未改變 不過我暫時沒有 不過我說 今年應該有三成的傳統股 那天信報那份報紙出完街 跟著有些行家好朋友都來 你們買那些傳統股 要買那些再爛些 再爛些再爛些 再爛些那些 彈上去才有動力 可能都是 所以見到為何開Party 很多股票都升到飛天 他說 浩德要研究股票需要很多時間 和人力資源成本 我希望你真的感覺到 我們花很多時間做這件事 我發覺有很多人問我 浩德你好像C基金做直播這麼成功 為何沒有人抄襲 我想說笑 怎麼抄襲 我們用多少時間 人力成本 和心機和魄力去做 不要隨便 面對這麼多問題 我即時回答 其實背後要做了很多功課 有很好的理解才可以 否則我背劇本 怎麼可以每天做這麼多 Q&A都搭超過半個小時 用什麼準則 當然這就是我的角色 我每個同事都很抽特 但我都要有一個好一點 一個holistic的view 究竟市場發生什麼事 資金怎樣 我們怎樣偏配一些資源 但也很老實說 有時候會有漏網資源 我看不到 因為人就是很bias 暫時我們都很人性化的處理 人就是有時候會脫漏 所以做直播大家 問一下股票也好 有時候我沒有看過的 我都會回頭看看 不過有時候我也很壞 大家說完那些 譬如剛才那隻股票 我都說過1760 我好像沒有看過就算 我現在馬上抄下 轉頭看一看 看看是否值得看 因為問那些我都會看一看 他說如果新興江上市企業 沒有盈利沒有業績 沒有什麼checkaccord 怎麼分析 那就好像做生意 Elon Musk做Tesla之前 都沒有人做電動車 沒有什麼參考 那你就有個生意的判斷 所以我經常說炒股票 當然短線要講動力 要看很多市場的資金流向 但是我自己都很相信 就是你要對那盤生意 有一個理解和掌握和幻想 講得好聽 我對生意有一個洞察力 但是就是一個質量性上的分析 你看到譬如說 現在通常他們比較多時間 他們詳細說行業或公司 你看到很多都是講一下 究竟那盤生意是怎樣做的 我希望大家都感受到 我們的風格是怎樣的 好 只回答留言都回答了這麼多 好 爭取時間還有5分鐘 好 中通快遞 中通快遞ZTO 中通快遞是不是ZTO 不是 只是STO ZTO 我沒錯 2057 中通快遞 可以問什麼 股價平平 策略管理前景有什麼可以分享 我覺得那些三通一達 當然你說因為是個真量市場 始終國內快遞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差差死 阿桑每個月說順風或者說快遞行業 都有一個圖給大家看 其實他們鬥價值得很厲害 做大一個餅 現在犧牲了盈利 如果他們一旦不再鬥價錢 ASP可以升回 我想有很大的re rating 但他只所以 譬如說中通快遞ZTO 股價是一般的 但順風相對好一點 因為他不是差我一點 都要細分好快遞行業 你看到這隻順風就是我買的那隻 不斷升 其他那些就不升 因為順風沒有那麼參與那些鬥價的石文 不過我也留意了一句內語字 其實在9月份 ASP真的沒有再跌一跌 我也有點心動 不過結果10月11月又有跌下去 所以一直觀察著 我又不是對地很差 但是打一夜景波 如果一齊夾手夾腳不減價 那就發落 981止洩淚牆 真的慘 我都快來了 放心 全數轉去098 我就不會回答你 不過我有加6098 多公道 OK 不錯 這個IFCiPhone 他說LincolnMessage 881 我還沒看 因為我很少看Lincoln 因為Lincoln多數人職場上高 我比較多 我早年是貪玩 但我其實很少看 如果有好東西 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本身很有意義 不過在投資上沒有 所以就OK 關於CB BEN問我有沒有加給阿丁 你這麼矛盾的問法 我不回答你 如果沒有人問一條 我就把整個盤 每個倉位 100%透露 你問得有技巧 我會回答你 但這樣我不回答 正確對京東業務優化有沒有看法 VF問一下 會不會增強對兩大電商的競爭力 其實京東本身的競爭力都不差 服務、物流、許近期都很多優化的東西 我覺得是好的 會不會增加其他兩個競爭力 當然會 不過別人都不是Static 不是這樣採渡 別人都做很多東西 不要緊 那三間我也覺得好 會有欣賞 當然阿里巴巴最近大家不喜歡 不過我都還拿著 京東昨天都很厲害 京東好像還是我們十大持股 反而阿里巴巴因為估計藥 反而最新就不是 我明天要給大家 Top10 我其實弄好了 不過我太多話說這兩天 所以就未去到 你看看昨天JD JD 30億成交 多厲害 美金 300億成交 200億成交 你說多厲害 厲害 我拿著 日仙控股 即是那隻完美日記 很多人是新股 大家不懂 日仙 我買了 我買了 所以我拿著它們的股票 我買了 所以我拿著它們的股票 3690好像好回來 只是跟回市場 有沒有加倉 沒有特別 987 我問了 987 每次都問幾次 因為怕我答不到 我不放心 我是很傻 我盡量全部回答 1點鐘 不過再回答5分鐘 因為我看到很多 881有沒有消息 正在研究中 比亞迪昨天出了一些數 都按年升了百幾% 不過今天好像是否回回一些 股價 然後整體 無論是大市和車股 都會回回一些 不過說都是 又是出煙 5號是否可以入貨 我們拉運成本是三十多元 但我已經說過了 40元樓上我也有加過 讓大家參考一下 但我一直都知道 我不會給投資建議大家 我不介意自己說自己的操作 大家可以參考 可以跟 但我輸了就一起輸 公道一點 如果看股票怎樣部署買貨 我會分駐 然後向上溝 不向下溝 指洩 分多少駐 可以很多駐 可能十多駐都可以 因為我基金有一個好處 我的駐馬可以解散 好像昨天這樣 估了一隻貝殼 我估了0.25% 他又彈 我發覺有些同事很搞笑 我發覺有些同事很搞笑 你一估股票就陰你馬上彈 所以我說每次估少少 讓我刺激一下他 好 看看先 浩德前幾天說完 不買富途 之後拜完 有沒有金融頂辦 我有沒有說過不買富途 我有沒有說過 好像沒有說過 我印象中我沒有說過不買富途 那是不是你有沒有 但我真的覺得我沒有說過 如果有的話 你把規劃給我 我就沒有說過 我實際上有富途 為什麼我會說沒有不買呢 我可能不建議別人追 但我沒有說自己沒有 也沒有說我沒有買 所以這個有點尷尬 如果我講漏口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也很公道 講過的東西 我全部都認數 但我好像沒有說過 我是有富途的 也有家的 也賺了錢的 我也不知道 你告訴我哪天我會說的 我自己回去檢討一下 如果是的話 我就站出來被人勾兩除 但我有的 就是富途 昨晚也很厲害 升兩成 為什麼今天物館會開車 剛才說過了 因為那個十大部門發文 八百一公開消息 又沒有 我就查 玩我的同事 查 260元大手 買入9988 會不會減一半 我不會回答你 再交每鋒 兩隻股票我都有 不過我也說了 9988 就多人拿 所以就cloud trade 每鋒又沒有人拿 所以有少少買半鋒又升 九九八百要再上 真的一個大盛多市場 很多人的看法 開始忘記了螞蟻 忘記了那些反壟斷 又相信螞蟻的價值 不會大幅貶值 所以會比較辛苦 請問決定在上升加倉時買入的策略是怎樣 很複雜 看你自己的profit多不多 以有的倉位大不大 股票上升動力好不好 市的走勢如何 所以很難三年養餘 沒有一個AI寫程式可以做得到的事 就是判斷 你問做生意什麼時候應該擴展 其實我沒有一個formular 沒有的 我很少見做生意的人有一個formular 什麼時候開兩間店 什麼時候擴展 是沒有的 就是審時讀勢 請問順豐什麼時候出業報 接下來什麼時候 月中的阿桑說了 B&B怎麼看 我上升的時候有看 不過是否真的很好 美股很旺 大家都不管 觀察 我正說觀察 我沒有持有 他很矛盾 回答我沒有持有 425357 沒有什麼補充 OK 問我880到70元 還是富途才好70元 我怎麼知道 哈哈 等聽學得中升最新抱署 就先說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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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1.09 還有很多 怎麼搞好呢 嘩 嘩 股票好回來 嘩 嘩 我發覺我不看過股票會升 多了幾個 不要緊 中美上市的中國電商股 你最好看好哪一隻 嗯 呃 即是 拼多多 京東舖阿里巴巴 我就是 純通純水雞拼多多 是吧 現在3隻當中,由於表現最好,因為股價上升就最好 現在每個人都追進去,但這也是有一點consensus 我經常說,如果我的看法和市場不同,我就有信心大聲 但現在每個人都說平多多好,阿里巴巴之下,京東都不錯 西頭這樣發展,不過3隻都有 如果按倉位置上,應該是平多多,京東和阿里巴巴 其實我不會這樣想,3隻股票我都是賺錢買 當然阿里巴巴之前要避免一下,反而平多多沒有減 我覺得去社區團購那些做得好,但我不會每天傻佬逼自己想 我經常說,股票賺錢我就丟在一邊不想 我沒有任何工作,只是處理一些不賺錢的股票,或者是新的想法 所以大家好像很悶,聽我說舊的股票 我已經買了賺錢的股票,其實我不看 第一就是看市場已經開始反映了,賺錢的事情不要經常看 看一多新行就沽了,不要 然後問物館今天有消息,炒相,是不是繼續看好 我繼續看好,恒大物館比609百很多,買物得過 我買東西不是看便宜的,而且不可以只看PE 你看質量很重要,質量很重要 1211就是BYD,有貨,跌了,配股精少,是不是吃虎先 配股就說了,我回A股,是不是吃虎先 沒有所謂的,賺錢就很自由,我就沒有 吃虎好隨意,不過我覺得應該分斷 我自己沒有,為何美股正在跌? What should we do?就留意著 不過港股現在27492,好像站穩一點 我一邊說一邊升,我就繼續說,跌下去我先收線 OK,881都算是代表作,代表我輸 OK,不過不是我只用3元開始買上來 這一轉就認衰,我覺得輸就輸,贏就輸,贏就贏 金添梅條買入機會嗎? 剛才說了,關於榮耀那件事 會否可以下跌空間等一等 我就由於很便宜買上來的 反而我沒有急追,因為倉位大 所以今天跌我就感覺不太大,所以沒用 背房前景看好,看中線還是短線 中線應該是好的 C老闆叔都說了很多 我打算抓了Alex,即是C先生的公子 即是現在中原的CEO 下次看股壇事件,他會說明源文 大家這麼喜歡聽我說 不如說去一個行內人士 他知道Alex是做很多IT的 他都...下次要吃,看看有沒有機會 上次想約他,不過他沒有空 找一個行內的人說,怎樣看明源文 說到這麼厲害,是不是每個人都用呢? 他說,所有股票跌10個計劃走,止蝕 881,止了?還沒有,差不多 女生日法樂,可能講到現在才 剛開始今天那些 沒得參與,令得時代沒有貨 今天有些回想要1772代看著 有什麼comment? 兩個都是新能源電動車的電池產液鏈 不過公共構和行業競爭不同,所以沒什麼比較 其他人叫老爸放衣交給團隊 是呀,我女兒每天說 為何你這麼多工作? 為何你可不可以見同事幫你? 晚上工作,但晚上不工作 遲些,我的同事越來越厲害 我越來越不用工作 2月69,昨天我入了,Kelvin入了,99元 9元,9元,9元,9元 今天回回,不過算是這樣的 什麼都會 越趕市越升,現在跌140點 好,我答應大家繼續說 去到升的話,我就說到今晚 說少說話,不可以說到今晚 有你做的,不過我繼續說 關於太陽能光復有什麼新聞 6465,6465是Fatglass 很少可好,我記得這些號碼 不過經常按那些,大家都改變了 因為大家經常問,有什麼消息 升了那麼多,有什麼消息 沒有什麼消息 所以我立即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玻璃價其實平穩,不過那些成本是在跌 大家等我兩秒,我正在混合 我找不找得回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有很多資訊 先看看,OK 要不要介意 不要緊,我的WhatsApp給大家看 你看,SolarGlass平平穩 我找我,然後還有些未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對了 OK 那些成本 碳酸納 這個我,你現在的中文 最主要成本就是 就是 Sodium Carbonate 紅色條線,一邊跌下來 價格穩定,成本下降 整體都是好 你得很好,我的同事做好了 其實我都是跟去口水尾 3188,3188不是GETF嗎 我之前都說好 你問我,A50好,只有3188好 只是CSI好,我就說好 叫大家買A股 我有說過 也繼續 不錯 269有什麼位置可以進去 我現在很重瘡 我還說 我這個例子可以出Explit 這幾年 之間會不會考慮投資Bitcoin 不會 不過我也有蓬太說過 其實我自己個人就真的有少少 蜘蛛的投資 不過很少 所以我認識一點 但是有C基金就真的沒有 看看先 30塊下氣 好 內地的融資融券去到多少才叫做危險 你看回2015年 現在沒有那麼高 尤其是場外融資融券受限 看看這層是否厲害 人們不炒樓炒股 真的很厲害 富巴巴,窮巴巴 但我現在是窮巴巴 1316突然大跌 連4S都跌了 881 真慘 這個大Next Tier 就是零部件 又沒有關係 為什麼這麼慘 之前很厲害 不過我沒有特別想法 這些股票其實不是 我實際上說 其實我有跟進的 這些股票 跟進了很多年 但我發覺我也不是很能夠 沒有那種通不到電 這股票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會升 又不太知道為什麼會跌 不知為什麼要做好 我不明白 所以算了 賺錢的機會是多的 不需要全部都吃 是不是銷售不行所以大跌 可能是 181 什麼位置可以入小米 不知道 最新AUM update 竟然想問 6億多 如果只是記事基金 Adam Yang問 也很厲害 上個月好像有 也有些突破 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一開始2億半 這輪也很厲害 12月好像我剛才看 都5千多萬的訂閱 現在最新6億多 所以是好的 有些Performance的原因 有些是新客戶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支持多些 182買不買? 有質量的問題 我會回答多些 這些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看到大家 有跟開我們的朋友都知道 真的 現在跌100點都不夠 所以我決定繼續說 最多是同事幫我買飯吃 不要緊 如果聽回答大家的問題 市會上升 大家都開心 先說回我的風格 就這樣問我有沒有買 給個號碼問我怎麼看 我簡單問我就簡單回答 182是甚麼 剛剛做了Placement 我也是問的 為什麼 平平反問的 我也是問的 譬如是ESR 加利物流 我經常問 我經常問 我只買了信封 是120,120 對不起 120 我不會 120 這隻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厲害 我先抄下來 我先抄下來 好 不過很小 40多億 現在真的很差 太小的股票真的看不出來 進出太難就搞不成了 現在成交多少 今天都2000萬 但平時幾百萬 因為幾百萬成交 雖然我們都很小 但都難操作 除非很有confusion 沒有買Bitcoin算不算輸 例如老人家 年輕人會這樣想 我是老人家 所以我不會這樣想 真的賺就是賺 真的輸就是輸 但失敗的機會 也應該是不好的 不過總是有些東西是爆升的 然後你買不到 你想一下為什麼買 有些錢不到你賺 又不到你賺 所以我選了60900 由年頭問到年尾都是60900 不過我不太詳細說 因為到處都說了 881也有看著 883 現在跌81點而已 繼續說 883中海油還有沒有更新 沒有 大家不要當我個人這麼短線 我通常會令到很短線就是蝕錢 蝕錢我就很短線 什麼都不理會就剪掉 不是很賺錢或者沒有問題的 我就不理會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 令我更新 大家多了解我的風格 但其實我都建議大家是這樣想的 將生性的東西不要緊繳 由它成長 不可以那些就快快處理 我跟很多生意的人研究 其實都是這樣 不可以那些就關掉 不可以那些就關掉 不可以那些生意 交給那些伙企搞 炒股票也是這樣 多少資金進出Trigger price ring 不知道你明白什麼 你問得詳細一點 多少資金進出Trigger price ring 不知道 為何853強升這麼多 是否有什麼消息 你們有沒有加持或減持 有加持 有什麼消息 不是 Spin-off有些更新的 是嗎 昨天有一個公告說 Spin-off 即是1月尾的時間 會暫停過股 這就顯示它的IPO 即是它之前的微創心通IPO 1月中 1月14日 有機會是新年左右 可以10日分牌嗎 去未詳情 可能可以派 由於分拆下的微創心通 不要說錯 現在很懶 靠Kelvin 所以我自己也不可以這麼懶 不要緊 有Kelvin什麼都行 因為Spin-off 還有那個10日分牌 1月14日 9月100 京東315 194 今天列口高開匯 感覺無厘頭急升 是不是應該先吃虎 不是 因為全部東西都升 昨天的阿里都升 9800都彈了 1.19分 好啦 還是弱點回去 我先收線 Kelvin可否多出鏡 是可以的 好 最後三個問題 真的答不完 而你想我答的話 在留言裡面放下 因為講了超過一個小時 也不行 講得太多 都會影響我實際工作 怎樣可以跟紅頂白 而避免高追 聽到司機 好難喔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的 也有時候有中覆的 所以沒有100% 都要看每隻股票 你有個理解 還有你有掌握到節奏 很難說 好 然後Maknew 留下的那些 就 我明天再回答 不過最好 如果想我回答 還有Priority比較高 記得在留言 我這些叫Art Comment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范考教我的 如果你的影片裡面 很多人留言 去Google的AI 就會把你的影片 帶給更加多新的觀眾 你叫那些粉絲 那些觀眾幫一下 好 我學了 希望大家都做一下 幫一下我 好 真的講了一個小時 希望大家都收貨 我都要做正經的 因為如果我不做 不做這樣的ground work 我講話的內容 就沒有內涵 大家很快又來我而去 所以浩德和我們整個C基金團隊 都要努力做功課 講一次 今天我女兒的生日 晴醒祝你生日快樂 我們今晚一起慶祝一下 各位觀眾也多謝支持 記得訂閱C基金的頻道 like多些 comment一下 或者介紹給你的朋友 一起多些參與互動和討論 明天再見 多謝支持 拜拜